以上是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 就著警方早前的搜查行動所召開的記者招待會 我也是今年的學生會會長吳志浩 警方早前在2時30分左右已經完成了搜查的行動 我們學生會是絕對不認同搜查行動的 而我們認為這個搜查令背後的法理基礎是比較薄弱的 我們認為這個開門給警方的行動極為不恰當 所以我們拒絕了開門給警方的 但是就校方所的代表都開了門給警方進入會室搜查 另外學生會也希望就著警方早前對我們的幾個指控正視庭 第一個的指控就是包括這個律師那裡 就是我們的法律支援的代表 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抄寫搜查令 就認為他是在浪費時間 也指明我早前已經看過這張魔魂 但是其實這兩個律師代表 今天也是第一次見到我 也是第一次見到這張搜查令的 警方那裡指說這個律師應該一早已經被我諮詢過 但是其實我都花費了很多的時間 跟這個律師約了一個時間去見面的 原定其實是今天早上11點的 但是警方就一再二三的在那裡吹逼我 就快點給他一個答覆 然後也是要求說這樣的話 不管你了 我至於今天就一定會上來了 結果就是好像今天這樣大家所見 就進行了這個搜查行動 然後講回檢獲的內容 就包括五部的電腦 有手提也有座台機 說我們未能夠透露更加多了 尤其是案情那一刻的一些詳細的資料 就歡迎那麼多位傳媒記者 就向警方查詢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回我們的 想問一下那個搜查令的範圍 你們看到那個範圍是只是學生會室還是怎樣 還有除了電腦之外 是不是見到沒有檢取任何東西 還有就是剛才警方都有聽她說 就是說兩個禮拜前已經通知你 那個情況實際上是怎樣的 這個先走回第一個問題 這個搜查地點 用英文去複述一次 就是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空欠Hong Kong 意思就是這個大學的整個校園範圍 第二條問題 是不是檢獲了五個電腦呢 是 第三個問題 就問我這個是不是 其實兩個星期之前已經通知過我 其實就是早在於四五個月之前 其實已經通知過一些相關的資料 但是我們都很強烈要求 我們要有Wall 1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可以進一步 就是再看看會不會怎樣可以安排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是絕對不會做任何的行動 包括提供任何的資料給他們的 那張搜查其實是甚麼法律博弱的基礎 還有想問剛才警員 其實是否有跟你講過 他們這次了理的目的 是想拿一些關於射箭會員的一些文單 因為我聽到歐記社員都跟你這樣講 沒有意思 可不可以重複第一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就是 就是說這個搜查怎麼發法法律博弱 是否簡單一點講 我相信如果我們進入司法系統的時候 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會用 因為甚麼原因 而認為它是一個法律博弱的搜查令 至於第二個問題 案情類的問題 希望大家都可以問警方 因為我們都不方便透露 就是相關於案情 調查方向等等之類的資料 想問一下 其實警方是給了你們看搜查令 但是為甚麼要擾養這麼久才可以進去呢 會不會怕被他們 charge 防害司法高城 其實為甚麼 我們就不是擾養很久的 我們只不過是希望 可以將這個Warrant裏面的一些內容 原則完美地保留下來 作一個日後的研討作用 請問一下 除了保安之外 校封有沒有甚麼代表 今天出席過的 包括我們的一些高層 例如我們的學務長 以及副校長 想問一下 五號電腦裏面 其實會不會有些比較敏感的 學生個人資料在裏面 這件事都是相關於案情 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回答你 我想問一下 警方有沒有向會長 你要求交出色射箭 或者色色用功的學生問題 我們不會有這類資料 亦都沒有去過我們 作出相當的要求 想問一下 北法理基礎薄約那裏 可不可以再具體一點點 為甚麼會覺得基礎薄約 還有就是 知不知道他們今天來 查的目的是甚麼 查的目的 都是跟這個案情 是有一個相關性的 所以希望如果大家 想知道多一點點 那時候都可以問警方 另外就是講回這個 這個搜查令的法理基礎薄約那裏 相信如果我們進入這個 進一步的這個 司法程序那時候 大家都會得知的了 是去到7月30號的 今年 那你可能會發問 請問問這次的警署 的警署 你為什麼想想說 因為你認為它有一個 廣告的 為什麼你覺得這樣 你對嗎 你認為這次警署 會說 什麼事是關於 警署的警署 是關於 事件 是關於 事件 they are investigating maybe you can ask the police force instead of us 剛才其實在裏面搜查時間都整個小時這樣 其實警方在裏面做過些甚麼 就是他有沒有跟會長你講過一些東西呢 他們大致都是翻閱一些的資料 規制一些的圖片和拍一些的照片 規制圖片是甚麼 即是他就是一些的平面圖 包括這個座位等等等等 他們有沒有跟你講過些甚麼 或者問過你些甚麼 沒有啊 他們沒有跟我作過任何的溝通 可不可以詳細少少講一下 覺得今天警方的行動合不合理 還有就是 他有沒有再要求你 有進一步要協助調集器或落口供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對 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剛剛講到有沒有一個進一步的要求 包括可能要求我回去落口供 或者提供更加多資料 暫時是沒有的 那第一條問題那裏就問我這個 對於整個行動 有甚麼回應呢 我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對這個搜查是失望 而且我們都是不認同這個搜查的 是的 剛才有講到警方是有拍照 那它是拍甚麼 是環境還是 是環境 是整個會室的環境 我想問呢 你剛剛就講到你們六三會 就不一定是開門 但是校方就開門給警方進入這個範圍 那我想問你事前有沒有跟校方代表來溝通過呢 沒有 但是本身是否已經知道校方都會有職員陪同 你們在打開門之前 其實有沒有跟校方溝通過 或者跟他們說可以開門 還是怎樣 我們跟他說有一個搜查令 將會在今天進行的 但是相關可能說 即是說開門等支持職業的事 我們是完全沒有討論過的 可不可以講回就是 就是剛才高層職員 是哪位 即是因為副校長都有很多位 可不可以講到哪位 是這個楊立偉教授 即是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比起中文就是 學生及國際事務 副校長 想問剛才那五部電腦 幾多部手提及都會做 這個事情我沒有辦法答你 因為都是跟這個暗情有相關的 請問還有沒有問題 previously you said you reserve the rights to challenge the war so what will be the next step that student union will take we are investigating with our legal advisor and see what is next 不好意思 會長都是想要一個完整少少 就是就是 第一 可能一句過 我想可不可以 會長就是 第一就是 有沒有估計過 就是警方會去到 就是今天也都7月 就是和你 但是風波都隔了幾個月 有沒有想過 去到現在會突然之間 說要搜查會室呢 就是當他通知你的時候 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第二就是 都提到搜查令那個法理基礎薄約 會不會有些什麽進一步的行動 去挑戰回這個搜查令 第一個問題先 剛剛就講到 就是我有什麽感受其次 就是會不會可能 就是就著突然之間 無緣無故可能 就是市隔都很多個月 那突然之間拿回去 就是做一個搜查 那麽其實我當時很詐異的 就是因為其實 4月那時他已經問過我 就是單方面撒取這個資料 那麽就說 就是去方便他調查 這一宗的罪案的 那麽當時我就跟他說 就是如果你沒有搜查令 我們是不會配合 也都不會協助 你去就是進行這個 這樣的搜查的 那麽所以其實那時候 就是想著 就是整件事都完了 那麽都 那麽都已經完了 他都沒有再聯絡我們了 那麽我們就想 就是這個應該就 就是擾釀完 那麽但是突然之間 就是事隔很多個月之後 突然之間 就跟我們再次 重新聯絡 就說他有一個 那麽的搜查令 那麽所以那時候 其實都幾詐異的 那麽第二個問題 那麽呢 那麽就講回 就是講這個 這個法理基礎的博弱 我們會不會有進一步行動呢 那麽一切都要留待 那麽可以和這個 就是這個法律團隊去做研究 那麽會研究一下 是不是挑戰 那麽會有新種研究的 那麽會有新種研究的 那麽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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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調查方向、案情 甚至可能他們指明希望想要的資料 我們都是不會回答的 我們同一宗 即是4月份的事物 我相信這個真的問警方會比較好一點的 想請問警方搜查之前 其實都叫做可能是預先知道 那有沒有找到收藏一些東西 找到清理一些資料 還有都想問就是 有人說有警員向學生會問 有沒有懂得射箭學生的名單 有沒有這件事 就著第二個問題 他們是沒有問過這件事的 第一個問題我們沒有回應 注意到定時 我們要做法 收藏 我們要做法 我們要做法 然後我們要做法 我們要做法 解釋